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论文门延烧 民进党今日中午召开临时选对会讨论桃园选情 据党秘书长林希耀转述 林志坚确定退选桃园市长 并由桃园当地名代郑运鹏接棒参选 在下午的记者会上林志坚称 因为个人不够努力与写作瑕疵 冲击台大宁静的校园 引发社会撕裂为此感到非常抱歉 林志坚宣称离开桃园选举的战场 将在另一个战场捍卫自己的清白 台湾大学9号开记者会宣布撤销林志坚硕士学位 但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10号在民进党中职会表示 愿意选择相信林志坚没有抄袭 并呼吁全体党公职支持志坚捍卫自己的清白 绿营侧翼马上出动 开始抹黑抹蓝抹红台大 并围剿质疑林志坚的声音 这些行为不但引发主流舆论反弹 也让民进党内出现杂音 不过不到48小时就出现重大转折 针对林志坚宣布退选 中国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今天表示 林志坚的论文抄袭的问题 其实是诚信和道德的问题 政治人物应该用更高的标准来检视这件事情 黄建廷认为台大也做出了非常明智明确的审议结果 也相信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台湾联合报报道 民进党人士表示台北市长选举关乎蔡英文系 在年底选战中的核心利益 这场选举不仅由蔡英文系大佬洪耀福亲自操盘 更已投注大量资源 林志坚论文案攻防固然重要 但若风暴扩大 有伤及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选情的风险 这是蔡英文系不乐见的 民进党人士分析林志坚由蔡英文征兆 蔡右邦林背书 若影响选情将冲击蔡英文的党内地位 得利的是蔡的副手赖清德 进而影响蔡英文系布局前台湾地区副领导人陈建仁 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计划 优优独播剧场——栏目 托优优优独播剧场——栏目 6